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29号星期三 哇 我觉得美军现在给人感觉 在南海就是说挑逗习近平 各种挑逗撩骚 就想要习近平的出手 我看这意思 就想在南海的大家碰一碰 结果习近平就忍得住 腿上说不要 身体也不要 就是不要 不打 你们自己玩 这一次美军终于放大招了 直接捅到习近平的G脸了 驻日美军司令 凯文施耐德中将周三 今天表示 美国军方将帮助日本监控 在日方控制下的都海诸岛周围 所招受的中国的侵入 这句话已经很明显 就是说钓鱼岛了 然后后面 干脆更明确 施耐德说 在过去100天中 中方侵入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次数之多 前所未有 美国帮助日本监控钓鱼岛附近的中方船只 他说美国将帮助日本政府应对这一危机的承诺 绝对坚定不移的 会达到100% 我们100%支持日本 就这好 这话说的 说中国船只每个月都会在争议的海域的进出数次 现在我们发现中国船只基本上就停在那了 就不走了 所以真正挑战的日本政府 哇塞 我跟你说 习近平几大这点 一个是台湾 一个就是日本的钓鱼岛 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这点 但是习近平就不敏感 那就是海森碗 海森碗怎么都行 被战的也行 被人拿走了也行 不是中国人也行都没问题 但是海森碗争议地区有几个台湾那么大 要换成钓鱼岛 更别提了 可能几百个钓鱼岛那么大 但是没事 给俄罗斯行 知道吗 叫什么 宁与友邦 不与家奴 就是说给俄罗斯都可以 给俄罗斯什么都行 只因为俄罗斯支持中国共产党继续统治了中国人民 他可以接着当他的皇帝 实现他的帝王梦 而美国要求民主 要求换戒 要求你5年一个任期也好 4年一个任期也好 两年就得下台 对不对 这个习近平不能接受 知道吗 谁支持 如果现在其实说白了 所谓的什么钓鱼岛也好 什么也好 都这样 如果日本和美国跟习近平说 习近平这样 我们支持你 搞终身制 独裁 支持你复辟 当皇帝 钓鱼岛给日本 习近平说没问题 给您了 拿走不见了 海森丸这么大 我都不要了 对不对 只要你支持我就行 现在跟你斗来斗去 不是为了钓鱼岛 是为了你不支持我 习近平搞终身制 不支持我的帝王梦 知道吗 所以这其实是最主要的 你知道吗 跟什么领土 有小粉红又出来了 说 都要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对 一点都不能少 妈 你能少100点 海森丸那那么多 都没有了 几百个点没了 你知道吗 一个屁话都不敢放 人家俄罗斯 就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我在你中国的媒体上 用中文 我宣告 我占领海森丸多少年 而且不但是拿中文说 怕你不明白海森丸的 俄罗斯的意思 什么意思 后面括号里告诉你 我这个地命名的意思 就是要征服东方 对不对 你敢放屁吗 你敢索取中国主权吗 你不敢 为什么 因为你不怕俄罗斯 对不对 你怕习近平 没错吧 对不对 所以真正卖国的是谁 是俄罗斯 是日本 是美国 还是中国共产党 还是习近平 对不对 俄罗斯就在你 就在你自己家门口 拿中文告诉你 我这地儿 我站了 我不但站了 我还要征服东方 你敢放个屁吗 你敢放个屁 习近平先弄死你 所以中国这事 你就别提了 不过怎么着 美国这次真是够狠 直接捅到这点了 就看你高潮不高潮 这次 说日本在亚洲中 有最多的美国驻军 其中包括一个航母 打击群 战斗机中队 和冲城岛的部署的两栖部队 日本大约有5万名美军官兵 及家属 什么意思 就是说 美军如果说是百分之百 支持日本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有可能 你就要考虑 对吧 经常都说 说我们不发展 我们就被欺负 现在倒好了 你日本没有发展军事 人日本搞过自卫队 现在你欺负了 人美军出来出头了 对吧 所以问题还在这儿 就是说 小平同志说了很多年 说了很多年 中国的对外关系 就是对美关系 你跟美国关系好 其他的事 其实都好说 你跟美国关系不好 其他事都不好说 你现在已经是围着被打了 真的是吃饭睡觉 打状宫 一拨人围着你来 我也不知道 习近平到底是想干什么 又是想跟慈禧老佛爷一样 对着八国同时宣战 一块干 简直是我都不知道 哪来的信心和自信 又是义和团给你的吗 算了 这期间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